大家好,我是佐大 今天是2022年的6月2日 今天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我今天早上上传最后一支Vlog的时候 被Google提示 你已经成为YouTube合作伙伴 欢迎加入YouTube合作伙伴计划 所以以后我的影片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收入了 总比没有 在过去12年、13年 我的YouTube账号从来没有收到过广告费 因为我达不到他们的要求 他们要在12个月里面达到4000小时的播放量 这次感谢上官乱帮我把这个播放量终于拉到了4000 所以就总算成功的申请到了 据上官乱介绍这个YouTube的影片的话 播放量如果通常10万点击好像有500台币左右 所以总比没有好吧 虽然看上去也没有很诱人 但是让我达到10万播放量我也很为难 所以只有持之以恒的把影片做下去 所以今天终于没有深夜做影片了 所以我的精神中他没有很疲惫吧 加上这个鲜艳的黄头发是不是比较喜庆一点呢 好了今天的Vlog是这样子的 早前起床大概7点钟就起床了把影片上传完 然后带狗狗去背领这房子下面的小溪那边去散步探索一下 然后也拿无人机拍了一下背领房子的周边的样子 拍了一些空拍的照片 然后就开车9点就出发了 然后开车去台北世贸医馆 然后就去布展 不过今天台北的世贸医馆是有点冷冷清清 可能是开幕式的缘故 可能大家都去听赖清德副总统去讲话了 那个展场里面的话很少有人 不知道下午的情况会不会好一点 然后我又看到有两家做电子书的一个叫独木 Ridmo还是什么东西独木 还有一个是Rakuten的Cobo 所以电子书有这两家 然后背领的这个个人出版是形象出版社 就在其他的这种商业 大商业出版社面前就显得有点有点小 不过他的书还是很有特色的 有一些老人家会过来看看 我就在里面逛啊逛看一些 我们台湾有出版自由 所以如果你想出书的话 SBN可以向国家扶书馆申请 如果想出书的话 也可以委托我们华文自费出版平台 可以为您服务 因为我是人权馆的员工 其实我在加入之前 所以我对于人权议题在加入之前 并没有很深刻的认识 那我在加入人权博物馆之后 其实可以见到很多的政治受难者前辈 然后听他们讲他们的故事 就是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那种情感 或者是一些感受是共同的 就是就算我们不曾经历过那些事件 但听他们讲述 其实自己也会深受感动 就是他们经过很多的困难 或者是不管是自由被剥夺 或者是亲眼见到自己的 难友的生命被剥夺 然后受到行求 但他们还是对于人生抱持着 很多的热情跟乐观 然后他们愿意出来参与这些人权的活动 也是因为他们想要让更多人知道说 其实就这样的悲剧应该要到这里为止 对了 我遇到一件有趣的事情 我去停车把车停在101大楼对面的停车场 它平日的话是40块钱一个小时 周末周日才会是60块钱一个小时 我就停车停了三个半小时吧 然后也就等于是我在这个书展里面 逛了三个半小时 我去缴钱的时候 发现我身上只有千人大钞和那个悠悠卡 我没办法完成支付 去车子和背包里面搜刮一番 也只有125块 所以还差15块 我正在那边东看看西 看看那个悠悠卡机器能不能使用的时候 来了一台机车想要进去 然后我问他这个能用悠悠卡支付吗 他说不行 我说还差15块不知道怎么办 你能不能帮我换一千块钱的散钱 他说你差多少 差15块 他就直接直接给了我15块 我就欢天喜地的拿着他给的这15块去投了 可是我怎么投有一个5块总是过不了关 总是被吐出来 所以我后来又去找这位小姐 问能不能再换一个5块的 他就给了我10块 然后我就给了他两个5块 这次总算成功了 然后很感谢他这么愿意帮忙 虽然15块不多也不少 但他代表的是这位小姐的一片热忱啊 所以我后来叫住那个姐姐 叫住那个小姐姐 我说你看到我头上的 头上 帽子上面的佐拉没有 哎 这个没有佐拉 看到我帽子上的佐拉没有 欢迎你去YouTube搜索佐拉 然后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联络我 我可以给你寄一张明信片 或者是寄个其他小礼物给他 假如这个小姐姐有看到我这个影片的话 不妨看一下我下面的种种联络方式哦 LINE Telegram E-mail什么都有 所以希望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不过有些展位真的是冷冷清清 有的展位没有人 就一两个人在听上面的主持人 也在看看人谈 倒是一个学英语的角落 大家热情非常高 几乎坐满的人 所以还是有些人对某些题材会感兴趣的 我就到处去拍一些静态的四秒五秒画面啊 也自拍一下到此一游 所以今天就下班的比较早 所以我今天的Vlog能够早早的来做 明天的话我会跟上官乱约了一下 因为他现在是网红嘛 我要蹭他的流量 所以明天早上我去他那边拿一些他写的书 台湾就应该这么玩 然后我把我直接开车去桃园 从他那里拿到书 然后把书放在贝宁的书摊上 让让贝宁的同事代为销售 也算是帮上官乱能卖点书 然后五号下午上官乱要是解除隔离 能够来到展场的话 我就和上官乱做一期节目 不知道大家对什么样的节目感兴趣的 什么样的话题感兴趣的 我可以跟他聊一聊 聊聊台湾的食物风格 还聊一聊台湾的这种人 人情味 我就想下人情味很浓 就城里面的话 今天算是感受到来下人情味 感谢这位伸出你的小元首的小姐姐 感谢你 所以接下来就该到了说再见的时刻了 到了我要开始做字幕做影片 好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下期节目见明天见 明天Vlog可以看到上官乱哦